我觉得一个科技品牌能让全民都能消费得了 那是个很好的一个目的啊 同时呢世界上每个国家 它的消费群体呢也是不一样的 很多发达地区的人能消费得了 然后呢那些经济很贫困的 那些国家的一些人民也能消费得了这个品牌 说明这个品牌是比较成功的 今天我觉得有一个品牌也是做的比较不错了 这个品牌就是小米 小米呢也是从万人堆中 很多讨论深中脱颖而出啊 我觉得最近的小米是做的非常的不错 你觉得小米在我国的邻国 尼泊尔开一些小米的一些实体店 能不能真实的赚到一些money呢 今天我们准备对比一下小米的一些品牌 在尼泊尔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然后通过价格 然后发表与自己内心的一个意见呢 觉得这个小米在这个地方 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能不能当地的一些消费者能接受得了 今天准备说的是小米其下一个终端网价的一个品牌 我们今天说的是Redmi这个品牌 看一下这些价格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品牌的价格和国内 对比最终的价格 你再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意见 或者你在尼泊旅行过了 也可以说一下 在尼泊这个国家一些消费观念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感觉尼泊目前那个网上购物的一些服务 毕竟没有那么好 毕竟它一些消费情调一些观念 跟我们国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们今天要进入一款Redmi这个牌子 旗下的品牌 找到一款Redmi Note 11 Pro 5G的这款手机 看一下最高的配置和国内到底是什么样式的 这个网址也是我进入到小米 在尼泊的最新那个官网里面了 如果呢你想做自我的个对比 也可以自行的登陆到这个尼泊的这个小米 官网那个品牌去看一下 目前呢已经进入到小米在尼泊这个官网 我们把这个页面翻译成中文看一下 6GB加128GB机身运存和内存呢 是尼泊卢比38,499 这款手机在尼泊是这样的 高配置呢 8GB加128GB 在尼泊售卖是41,499卢比 你觉得这个价格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吗 然后你说一下 1000尼泊卢比等于多少人民币 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旅行过 或者这个汇率换算 可能会比较清楚 Redmi Note 11 Pro的 这个款手机在国内卖将近是1800块钱左右 目前是在做活动价 这个价格和人民币相差是有多大呢 我们看最高的配置 Note 11 Pro加了 这个手机对比起来 将近是比国内贵有那么400块钱左右 因为国内是在做活动 如果不是做活动的话 他这个按实际的价格来书买 可能是比国内贵了100块钱左右 我感觉这个尼泊书卖的这个红米的这个品牌 价格跟国内也是相差不是非常的大 同时呢 我觉得小米这个红米品牌 在国内卖的价格是非常大的性价 我觉得在尼泊的话也是比较不错了 毕竟尼泊这个地方 他这个经济还是跟我们的五六十年代是差不多了 所以你记得呢 两扇 呢 猫